大家好,俊俊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所設計的這條 真鑽的18K金八角型項鍊捕獲了 那一直在詢問我的朋友們 趕快上俊俊square.com 管我抢購喔 那也千萬不要忘記使用 JJS15的折扣 會有85折的優惠喔 趕快去逛逛吧 哈囉,大家好,俊老師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俊俊老師要開箱一個 大家非常非常想要我介紹的一款 包款,去年推出的,然後非常非常的火候 很多人都會想要買到它 但是又非常一包難求 所以呢,今天大家介紹一下這款 Chanel的Coco Handle Extra Small 新的就是mini的尺寸 給大家看一下超可愛的對不對 那我們依舊的老樣子 先來量一量它的尺寸 這是大家最關心的 因為呢,大家都知道這個包很小 底部的寬度是19公分 開口的寬度是 15公分 高度呢,沒有包含把手的是 13公分 包含把手的話 21公分 側面的寬度呢,是 9公分 鏈條的長度是 119公分 都為大家量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重量如何吧 490克 接下來就要為大家最關心的 東西放的尺寸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些東西放不放的進去吧 首先,裡面呢是有一個夾層 然後再加上一個小拉力 然後呢,首先我們就放一下信用卡的卡夾 然後零錢包 鑰匙 哇塞,真是有夠卡 手機 我的是iPhone 11 Pro 我們先把它拔開來 試試看它到底塞不塞得進去 好,只能這樣子擺 關不起來 不要關 你拆掉殼試試看好了 不要裝殼的話就可以塞進去了 那塞了手機以後呢 再塞個錢包 好 好,就手機跟錢包啦好不好 你想要把它拿出來呢 所以建議大家呢 就是東西越放越少 一定要把手機可以塞進去的話 建議大家不要買這個尺寸 但是這個尺寸真的是滿可愛的 那手也是可以放進去 也是OK啦,滿可愛的 除了這個之外呢 給大家比較一下它跟其他的Chanel的包啊 或者是跟它同類型的包啊 的大小叫一下 Pompons Mini Classic Retangular尺寸 三個比較起來 大概是這個樣子 讓它比較寬一點 然後也比較厚一點 但是呢,Focal Handle高一點 然後Pompons的話 它的口沒有豎起來 所以其實容量大很多 它後面也都是有這個小袋子 不知道這個手機塞不塞得下去 手機如果大家硬要塞的話 還是可以塞在這裡 這個包呢是3700 然後小號是3900 那其實只有差200塊而已 那它這個飛帶都是一樣 可以這樣拆卸 是我自己覺得建議大家買什麼 Classic Flat Bag的20是4000塊 然後這個是3800 所以其實 如果你覺得這個包就不太能裝的話 建議就是大家可以選這兩款 它的優點就是它真的是非常可愛 背起來很好看 我背給大家看 大概是這樣子的高度 然後側背呢就是這樣子 而且它有一個好處呢 是它的背帶呢可以拆下來 譬如說你可以換愛馬仕的背帶 然後呢,你就可以勾在這個上面 它就會變得有一點變化性 就會也變得蠻可愛的 有沒有 其實有些人還會在這個handle上面 加一些就是絲巾那一類的 然後讓它更有就是不同的感覺 自己覺得它是非常的可愛 然後這個可拆卸式的這個背帶呢 也是非常的方便 但是它的缺點呢就是 它沒有辦法filling你的手機 就算你可以把它放進去 但是你要拿它的時候會非常困難 可能只能放手機 或者只是放錢包跟鑰匙 你沒有辦法兩全其美 除非你是用Samsung的折疊手機 就是高文應用那種啊 可能就沒有問題 現在目前你這種平板型的 長條型的手機放進去 都是有點過難的 所以大家在買的時候 可能要考量一下 包包的大小 然後去看你符不符合 俊玲老師依舊是推崇說 包包還是要具有實用性 不要衝動 因為其實你現在當下會覺得它很可愛 花了3700塊滿塌 等到它會燒的時候 或者是小包的時候不流行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完完全平的肺包 就完全不會再被它了 我覺得下一個尺寸 small是滿值得入手的 因為那個尺寸呢 顯而易見的是可以放下很多東西 而且我自己在網路上research的時候 看到它其實可以放下滿多的東西 建議大家還是買那個尺寸 因為其實差200塊 但是一個是肺包 一個是每天背很實用的包款 忘記說有這次姐姐買的 不是我買的 我那時候在店裡面看到的時候 那個sell說欸 你要買這個包嗎 我想說哇 這包好可愛喔 結果啪 手機放不下去 我就說掰掰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今天開箱的 Chanel Coco Handle Extra Small的包款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有任何問題的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都會盡快回覆你 俊玲老師的官網呢 依舊是有很多新產品的推出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去逛一逛看看 千萬不要忘記記得要訂閱俊玲老師的頻道 因為我們繼續要往下一個目標前進 希望大家再多多給我支持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老公好啦